第六百五十九集 真不愧是摸自己人物 让展鹤拿出一条捆铃绳绑住张川 而后直接就给扔海里去了 在那里钓鲨鱼 张川大叫 他被捆铃绳绑住动弹不得 哪怕面对没有走上进化之路的普通鲨鱼 他也受不了 简直要吓死过去了 张川忍受不住 周围大白沙徘徊 他一会儿被踢出水面 一会儿又被扔下去 临近那些嗜血生物 若是在平日他自然不屑 可现在一个孩子都能杀他 我招了 我说 我的主上来自天神星 名叫于九辫 身份高贵 地位尊丑 没听说过 忽然 岛屿深处走来一个蒙面女子 身段修长挺秀 看齐气宇 应该是滋容不凡 他的声音很冷烈 楚风 你过分了 来我方丈岛屿搅乱 饶我姻缘 你到底想做什么 毫无疑问 清奇公主到了 楚风觉得莫名其妙 没有理会 而是看了一眼子鸾 子鸾生闷气 他不仅成为侍女 现在还成贴心丫鬟了 这是要他去打嘴架吗 这个楚魔王 还真是大爷一般 自己端架子不理会 这算是交给他了 子鸾 不情不悦 但还是开口了 我们怎么过分了 什么时候交你姻缘 路过这里而已 几乎你们方丈岛好生奇怪 非要嫁一女给楚风 那个人不是你 好像叫什么若兰 然后这个张川出现 冷嘲热讽 羞辱我等 我还觉得你方丈岛过分呢 这就是代客之道吗 什么 我嫁给他 不可能 我要跟小姐在一起 之前 那个说楚风配不上 清奇的侍女 惊呼出声 不远处 方丈岛屿身处 正在走来一名老玉 面色变了 他感觉坏事 之前没有和清奇公主 与他侍女若兰沟通 结果现在穿帮了 这一刻 楚风眼睛立了起来 不久前 方丈岛屿的人说 要将岛主另一个女儿 若兰嫁给他 原来只是清奇的侍女 虽然他压根没当一回事 从未想过 真跟方丈岛屿接亲 但是现在发现 他们将一个侍女推出来 这般欺骗 还是让他面色冰冷 紫鸾的嘴巴很利索 察言观色 见楚风脸色不好看 顿时 以一个贴身侍女的身份 表达愤懒 喜人太甚 很早以前 你们方丈岛屿 想将清奇公主 嫁给楚风 现在反悔不说 还想用一个侍女来代替 嫁给楚风 这简直是羞辱 别人还没有说什么 侍女若兰顿时翻脸 你论说什么 我怎么可能嫁给她 我会和小姐一起前往天神星 你的主上楚风算什么 楚小勇 你误会了 若兰 你给我闭嘴 若兰已经被导主 说为养女 的确算是一位公主 刚来的老玉开口 急忙打圆场解释 若兰顿时面色苍白 感觉像是受到打击 因为她觉得自己成为牺牲品 再也无法跟着公主清旗 进入前十大 子鸾交合 说完 还忍不住看了一眼楚风 继续临场发挥一个 贴身侍女的本分职责 你熬的 肺都去炸了 你们方丈岛屿太过分 就这么轻视 也看不起我等吗 说一千到一万 那也只是一个侍女 别说什么养女 恐怕她自己都不知道 成为岛主养女的事吧 还有 这个张川的话 你们听到了吗 她的主上于九便 故意针对楚风 听说方丈岛要嫁女给楚风 她才半路横插一手 进行破坏 现在她要娶清旗公主 而你们让楚风 去娶她的侍女 这是在配合于九便 羞辱楚风吗 楚风重重的一声冷哼 她觉得 圣女子鸾说得很对 方丈岛屿简直欺人太深 事已至此 一切都太明显了 方丈岛屿 为了跟前十大有密切关系 非常主动 楚风小友 你听我们解释 老玉还要开口 她真想留下楚风 稳住她 寻找机会 将她框片上岛 因为 对那倒影呼吸法眼红 她们不可能放弃 必须要得到 没什么可解释的 我对你们方丈岛上的人 不感兴趣 无论是公主也好 是女也罢 我都不会去 我同你们没什么关系 老玉张嘴 发现无比苦涩 现在肯定留不住楚风 更没有办法 让她上岛了 这时 亲其公主开口 既然你觉得 与我方丈岛也没有关系 那就请 放张川回来 他如今是我们岛上的客人 你有病吧 公主病得治 你以为全世界 都得围绕着你转 这个张川 羞辱我等 是起死之道 你张口一句话 就能让我们放人 都说了跟你们没关系 你觉得自己的脸很大 轻其公主听闻 刹那间脸色震清震白 这时楚风对子鸾点头 嗯 说得有道理 看来可以考虑将你留下 不用买掉了 当听到这种话 子鸾差点哭出来 很想说你还是卖吧 因为 他的兄长子霄 已跟他联系过 告诉他 竞拍买下他的人 就是子家人 子鸾觉得 要是自己能逃走 肯定能为家里 省下一大笔钱 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 那还是让楚魔头 将他卖了为好 现在他欲哭无泪 觉得表现过头了 然后就闭嘴不开口了 决定主动犯下一些错误 好被卖出去 这时 斩鹤 元魔 紫鸾 李凤四人的光脑 全部发光 收到重要消息 随后 楚风的光脑也有提示 元寿平台上有人联系他 他去看 结果一个浑身都是金光的年轻男子 浮泻 投影在虚空中 对他们这些人同时呵斥 你们胆子不小 放开张川 方丈岛屿上 有人联系来自前十大的贵人与九辩 此人现在通过光脑号令楚风 元魔 子鸾他们 你是那一头 算个屁啊 敢这么呵斥与号令我等 楚风很蔑视 不拿正眼看他 尽管这个人看起来很神武 被光芒笼罩 宛若神奇 清奇公主轻呼 岳公子 一瞬间 在场的人都知道了 这个人就是于九辩 主上 他们对你不敬 张川告状 眼神狠辣 扫了一眼楚风等人 放人 于九辩冷冷说道 带着命令的语气 像是不容忍忤逆 元魔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 楚风回头 看向元魔 斩鹤几人 这么上好的耳料 都用捆铃绳绑好了 立刻给我去吊胶 好 元魔是一个野性十足的人 哪怕于九辩身份不一般 可这么呵斥他 依旧让他恼怒 噗通一声 他将张川 直接扔进了海里 下方 足有七八头大白沙游动 闻到血腥味 全都张开血喷大口 向前扑去 张川 撕心裂肺 吓到亡魂皆冒 接着 他感觉浑身剧痛 要被撕碎了 于九辩海生说道 你们好大的胆子 楚风淡淡开口 不服 你也过来 直接将你扔海里 喂老敖 将于九辩 扔进海里 喂老敖 方丈岛上 一群人脸色都变了 这个楚魔王 果然桀骜不逊 面对前十大的贵人 都这么的放肆 无法无天 对于岛上的遗族来说 前十大那就是天 至高无上 连当年全盛时期的地球 都无法与之相比 最终被灭 如果是将青旗公主 嫁给天神星的贵人 在方丈岛上的 诸多进化者看来 这是一种荣耀 更是一种保障 找死 投影在虚空中的金色身影 发出冰冷的声音 有人这么蔑视他 让于九辩 弥漫可怕的杀意 海中张川残叫 太凄厉了 被几头大白沙冲上去 啃咬 那简直是撕心裂肺 惨不忍睹 他大叫着 住上 救我 傻时间 他形体残缺 血染碧海 眼看就要被撕碎了 厨房 我错了 放过我吧 放过我 厨大魔王饶命啊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海中 张川鬼哭狼嚎 声泪俱下 吓破了胆 就这么片刻间 他大半截身子 都被大白沙 封石 很血型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订阅 请订阅